新的 C-Class W206 新的平台 MINI S-Class 这款新的豪华航车呢 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今天我们将会带大家去看看 这款新车的两个引擎 还有两个引擎之间的不同差别 全新一代的 C-Class W206呢 是完全进口CPU的车型 但是虽然如此 它还是没有搭载这个Digital Light 或者是MultiBean的LED头灯组 而是这个普通的High Performance LED 不管是C200还是C300 它的设计都是一样的 另外呢这两个车型 跟以往的奔驰车款一样 它们有着不同的外观设计 像我身边的C300 采用的就是 AMG Live 最特别的地方就是这个水箱护照 因为我们知道以往的AMG Live 很喜欢在水箱护照上面 采用点状式的镀刻材质 但是这一次这个镀刻材质呢 有点不一样 因为它把这个Mercedes-Benz 三芒星的logo放置在这里 所以这边有非常多的三芒星 还有一点就是你可以看到 前面有镜头 代表的它支援的是360度的镜头 Parking的话会非常的方便 这个轮圈的设计 Amazing 它采用的是225-40 R19的AMG Live 轮圈 黑白双色设计 闪亮闪亮 看起来运动感十足 这个轮圈设计你喜欢吗 虽然讲这一次W206的车头设计很优雅 但是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这个 比较圆润的车尾设计 尤其是这个LED的头灯组的 它的LED采用的是点状式的设计 立体感十足 然后在这个保险杆的下缘呢 它采用的是双出排气管的设计 但是其实这个不是真的啦 你手伸进去是没有东西的 但是如果你往下看的话 其实它是真的有排气管的 这个车尾真的是我最喜欢这辆车的地方 这个灯组太帅了 作为行政房车呢 这个微箱的空间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 因为可以让这种行政人员去打高额夫球 这个微箱的深度 其实可以让你放置一两组高额夫球具 没有问题 如果是出门旅游的话 放置两天一夜行李 基本上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而且重点是 有这个已被分离倾倒的设计 我觉得这个很赞 小改款的C-Class呢 采用的引擎 跟上一代的小改款之后有一点点类似 C-200 的车型采用的是1.5公升的 四缸涡轮增压引擎 加上48V的轻度混合系统 所以大马力表现是204HP 峰值扭力表现300Nm 所以这个C-300 AMG Line呢 采用的则是2.0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所以大马力表现是258HP 峰值扭力表现400Nm 两者都是纯后轮驱动 然后匹配的是九速的NIGI TRONIC 变速箱 这台车的加速表现很赞 0-100只需要6秒而已 内装的设计方面 基本上完全搬照了这个新一代的S-Class设计风格 而且呢 这一个大尺寸的荧幕 它采用的是OLED的材质 所以不管是在强光还是在什么情况下 它的对比度亮度显示效果都非常的细腻 还有一点就是Mercedes-Benz这一个玩到出神路化的氛围灯设计 这一次在新的C-Class上面更加的耀眼 大家可以看到不管是在这个冷气出风口啊 还是在这里啊 甚至在门板都有不少氛围灯的点缀 而且这个氛围灯是可以有不同的颜色的 例如说这个门板它可以上半方是蓝色下半方是这个橙色 显示效果真的是让你觉得哇哦太帅了 当然它还有一点也是延续是这个S-Class的 就是这个指纹解锁设定 如果说你有不同的人时常在开这台车的话 采用这个指纹解锁设定呢 它就可以储存你的个人资料 在识别到是你的时候 把车辆调整到你一般的这个驾驶方式 这个我觉得很人性化 而这个方向盘呢 则是采用了Mercedes-Benz新一代的这个双横式的设计 而且采用的是这个触控的风格 我觉得这个设计呢 手感不错 设计也很好看 你们怎样看呢 后座为了避免乘客的压迫感比较重 其实它在上面放置了这个全景天窗 只需要打开这个布连的话 你就会有更加广阔的视野范围 而在后座的门板上面 同样的也是有这个双色的氛围灯设计 而且还有马来西亚人很在意的后座冷气出风口 这后期冷气出风口 比较可惜的是它并不是单独的可调整式设计 所以它其实只有双序空调 后面这个是借助前面的Blower 再来一点就是因为这款车是一个后轮驱动的车型 所以传动轴还是有的 虽然说后座的空间表现比起上一代的W205大了一点点 但是因为有这个传动轴的关系 我们还是建议后座做两个乘客就好 不过必须说的是 舒适度真的会比W205好很多 以上就是我们为这个新的W206做的新车简短介绍 目前新车是以CBO的方式翻售 相信在未来原厂也会追加这个CKD的车型 至于CKD会不会降价 我们就等待原厂的公布 好啦我是Ivan 大家不要因为有自开的关系所以忘记我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见 拜拜